Super Kids Online 哈喽小朋友 欢迎来到我们的Super Kids Online 很开心 今天又可以跟你们纪念 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 What is Super Kids 4 What is Super Kids 4? Play What is Super Kids 4? Learn What is Super Kids 4? Groove 再来一次 What is Super Kids 4? Play What is Super Kids 4? Learn What is Super Kids 4? Groove 我们一起做一个Super Kids 进来 把你的手放前面来 1 2 3 Wow Super Super Kids 现在是玩游戏的时候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 今天我们的游戏是 Stick in a Cup 我们需要有 5个筷子 铅笔 或者是颜色笔 还有 一个杯 或者是一个皮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注意看 我们要把一个筷子 放在鼻子和嘴唇的中间 夹着它 然后 把它放进那个杯子 或者瓶子里面 如果你们可以放到5个 你们就可以拿到500分 这你买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玩游戏 小朋友 现在是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赞美敬拜 可是我们可以接着这两首歌 在我们的家里面 一起跟赞美敬拜 一起做动作 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会唱 圣灵国子 还有 耶稣 爱你 让我们一起的 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小朋友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赞美敬拜的很好 接下来我们是听故事的时候了 我们每个人找一个位置坐下来 一起的听故事 今天我们会讲到我们第七力 圣灵国子的故事 就是Faithfulness 信实的圣灵国子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看了那个故事 今天那个故事是关联到复活节 复活节是什么呢? 复活节是庆祝耶稣的复活的日子 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使 三天过后 祂就复活了 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使呢? 是因为我们人都做错了事情 都犯了罪 我们不能够回到父那一边 父就把耶稣派来地上 来为我们使 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回到父那一边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神很爱我们 神就把耶稣派下来 为我们使 好让我们每一个 都可以回到父那一边 耶稣他知道 他会经历过这些苦难 经历过这些痛苦 可是他是信实的 他没有因为这些苦难 他放弃了为我们使 他还是很信实 经历过这些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使 上天过后 他复活了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的心 我们都可以回到父那一边 小朋友 今天如果你讲 我还没有耶稣在我的心 我要怎么要领耶稣在我的心呢 你可以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们邀请耶稣 进入我们的心 做我们的朋友 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为我们使 谢谢你 你是信实的 今天 我邀请你 进入我的心 做我的朋友 做我的救主 好让我能够回到父那边去 谢谢绝书 全与我同在 奉绝书的名求 小朋友说 Amen 小朋友我相信 你做了这个祷告 绝书就会住在你的心 做你的朋友 做你的救主 好吧 小朋友 接着这个故事 我们要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到 我们要有信实的圣灵果子 我们要怎么样有 这类圣灵的果子呢 当我们学习一些新的运动 一些新的乐器 或者学习一个新的舞蹈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问题 或者遇到艰难 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 尽难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放弃吗 还是我们会选择 好像耶稣这样 继续地 走下去 继续地练 我们的乐器 我们的运动 所以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 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 有这个信实的圣灵的果子 不要放弃 继续地走下去 好吧 小朋友 今天我们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要给你们三个问题 你们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WhatsApp你的答案给老师 老师就会给你们那个 Faithfulness的sticker 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 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 的主题是什么 What is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第二个问题 耶稣在什么地方 被钉在石墙上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lace that Jesus was crucified 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活出 这个信实的圣灵果子呢 How can we live out this fruit of the faithfulness in our daily lives 你们把那个答案 WhatsApp给老师 老师就会给你们 你们的 Faithfulness的sticker 小朋友 现在是听报告的时候了 下个星期 我们继续还有我们的 Super Kids Online 我们会教导你们 第八类的圣灵果子 Gentleness 温柔 你们要记得收看我们的 Super Kids Online 来得到你们的 Gentleness的sticker 三个星期的游戏结果 已经出来了 你们想知道 男孩子比较多 还是女孩子比较多吗 那个结果是 男孩子比较多 恭喜你们 你们会得到200分 不要忘记 这个星期的游戏 继续的WhatsApp给老师 老师就会看 男孩子比较多 还是女孩子比较多 好不好 最后 这几个星期 你们不需要去上课 可是我相信 你们学校老师 都会给你们功课 在家里做 既然要完成你们的功课 不要了 好吧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